反后觉 反后觉听我说 反后觉不单足迹 反后觉跟领骨大白是一组的 领骨大白单用是一组 然后配上反后觉另一组 跟领骨大白听一组 反后觉的位置 两种定位方法 第一种定位方法 按照书面来定位 领骨往离心方向 然后紧靠着拇指的掌骨 尺色 是不是这色 然后一点一寸 这是一种定位方法 十次竞争四到七分 第二种定位方法 临床定位方法 看啊 找反后觉的时候 你给它扎针的时候 你握住它的拇指 然后拿你的拇指 顺着第一掌骨 开始一点一点往上推 你的离领骨有一点一寸吗 是没有 有的这个不固定啊 有的可能离领骨就五分 有的八分 有的是一寸 有的就是很标准一点一寸 这个不固定啊 你我们说了你扎针丢的时候 一个这是穴位 假如说穴位旁边有压空棉 你在哪下针 压空棉上效果最好对吧 这是穴位 穴位旁边有一个乌黑反应棉 在哪下针 对 所以你觉得哪一种定位方法 你扎出来效果更好 还是压空棉上吧 所以扎针的时候 我一般取这个穴 都是细细的 然后找它的压空棉 然后在压空棉上下针 效果几号 同样啊都是 直刺贴骨竞针 四到七分 血量骨质背疼 肩疼 其实不止这些 这是功效很强大的一个穴位 反后绝这个穴位 董工的原著里面有 杨维杰老师的书里面 也没有 董工还有一个大弟子 叫做王全民 王全民有个徒弟叫刘毅 是澳门针究协会的会长 这个反后绝这个穴位 是他们那一支 然后推广出来的一个穴位 而且呢 他们对这个穴位 与领骨大白相组合 放在一起使用 是极其的推广 而且经过 很多的临床验证 效果确实也非常的好 你看啊 这是刘毅书上的一段话 发现针刺第一掌骨压痛点 是不是就是反后绝对 然后发现啊 治疗疼痛类的疾病 它的效果要远远的高于 针刺领骨大白 如果领骨大白反后绝 三针齐用 三个穴位是不是跟三脚型一样 有明显的刑气活血 疏胸止痛的作用 然后领骨大白反后绝 是我们目前调气止痛的 首选针法和止痛的秘密武器 那也就是说你在领堂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用领骨大白 它是单独一组 这一组是干什么的 瘟痒腹气的对吧 然后第二你可以领骨大白反后绝 它三个也是一组 这一组是干什么的 止痛的 无论全身哪 好 这三身下的都有效 所以写上 来重点写上这 领骨大白反后绝 行气活血 疏胸止痛 是治疗 疼痛类疾病的 最有效的针法 那就是像我之前跟你说 假如说来 老年人来了之后 你问他哪 好 当你我浑身都疼 记住了吗 但凡来了 不会这 问他哪疼 哪哪都疼 浑身疼 这不这疼 一堆疼 你就不用治了 直接下什么 领骨大白反后绝 这三是什么 我们一般就是 你用穴位 用的多 说的多了 领骨大白 简称灵大 这三身下什么 灵大要造反了 记住了吗 所有疼痛类的 当你不会变症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 来了之后 你就下这三针 而且效果极好 大家好 我是刘红云 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医 让我们零基础小白 都能快速掌握 中医针灸和 懂事齐学的知识 每个月呢 我将带领 100名我们头条的粉丝 手把手的 教大家 学习中医 学习针灸 如果想学习的朋友 可以剪辑我的头像 进入我的主页 然后私信给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